你停一下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 看车呀 你不是答应我不换车的吗 过来看看就看看 我不看啊 看看嘛 等一下看了你会心动的 我说呢你今天这么好主动带我来商场 我还约你来带我买衣服的呢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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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看的 这搞不懂这车有什么好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辆电动车 看起来是挺大气的啊 这什么型号 EC6 里面的ES6 哦里面的是ES6 你还挺懂的 这是ES8 他说ES6 我老公现在在看Jack 他在了解中 嗨大家好我是轩轩 我老公啊今天主动带我来商场 我说来逛逛 没想到他竟是套路我嘛 又想来看电动车 电动车有啥好的啊 我今天就来看看到底哪里好了 那我们就先看看这辆ES8 这个门把手是这样的 还挺特别的 看看里面的空间怎么样 它中间有一个大的显示屏 这边也有一个 你们觉得这样的配置怎么样 我也想坐 那你去坐啊 再给大家看看后座 这后面的座位空间挺大的 这个是7座的 再看看天窗 天窗也挺大的 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坐着也很舒服 前面很宽敞 有好几个拳头的 我发现它下面还是这样的 漏空的 居然还有这样的设计 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一辆 EC6 它这个是有弧度的 我们再进去看看 这个门是这样开的 好 拉 这个配色我挺喜欢的 里面设计好像是 不是差不多的吗 前面都是一样的 再看看后面 这个空间感觉就小了一点点 这个天窗挺大的 这个天窗特别喜欢 大家看看怎么样 我们已经回来了 老公怎么样 看了还想换车吗 不想了 你就是要换 让我换我都不换 怎么了 怎么说呢 这些行 就像网链一样 奔现之后 那个失落感 至于吗 这么夸张 主要外观 其实挺好看的 路上看看 就是晚上坐进里面看看 那是太低档了 不符合这个价位的车 而且它那个价格挺高的 多高呀 要多少钱 一S8要五六十万了 这么贵 对啊 你说五六十万的车 这样的类似 太不好看了 是挺贵的 五六十万的话 你那配置应该也很好了 对啊 而且它配置全部都要选装的 嗯 它还以为它是保时捡呢 全部都要选配 还这样的 对啊 那有点不划算啊 不划算 太贵了 嗯